于是这四皇子一煮啊 不由分说趴在地下是嚎啕痛哭啊 那哭的是言不得语不得呀 风抽不进去 画插不进去呀 这道光皇帝一看就琢磨了 你说我这问你点事 你哭什么玩意儿你啊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从这上一个小篇开始啊 咱们就开始聊这个宫亲王疑心 如果呢 咱们要是聊的近代史和晚清啊 那这宫亲王疑心 是咱们不能回避 躲不开的这么一位关键人物 咱们上一集啊 主要聊的是心有政变 我呢 这个人讲故事啊 愿意从热闹地开始讲 所以呢 在这个小篇里啊 咱们不跑梁子 就先把这热闹的回幕啊 剪给大伙听了 按说呢 咱们讲完这心有政变之后啊 就得讲着慈禧太后 和慈安太后的垂帘听证了 不过呢 这垂帘听证的实景啊 咱们一直拍不到 为什么呀 这两年啊 这个故宫的养心殿啊 他一直在大修 咱们进不去 拍不了实景 所以呢 我这故事啊 也得放放在讲 熟悉我的好朋友啊 都知道 咱们和那一班二班的 讲故事啊 不一样 咱们得先把那实景啊 拍出来 给大伙展示出来 咱们才能还原 当时的历史 也可能我这是毛病嘛 您要让我讲 这个历史故事啊 您要不让我到 那个实景发生地区 看看呀 我还讲不出来 所以呢 这个垂帘听证这个环节啊 咱们就先放放 咱们今儿讲什么呀 咱们讲讲啊 这六爷公亲王疑心 这么大本事 他怎么就没当上皇上呢 您看啊 就为了这个 讲公亲王的故事啊 这公亲王相关的地方 我可真是没烧跑 您说这紫禁城吧 咱们常去 公王府也去了 就连在昌平的 这公亲王的这个墓地 我也是跑了好几趟 不但如此啊 他爸爸道光 在清西陵的墓陵 他哥哥前锋 在清东陵的定陵 咱们都去了 包括定东陵 慈禧和慈安的陵 我呀是都跑到了 您放心啊 咱们这故事好听 镜头语言也是不缺的 那有人就说了 你说这公亲王疑心 哎 就这鬼子六 他没当上皇帝呢 自然应该是他爹 道光皇帝不带进他 哎 这话呀 您还真说错了 因为这个道光皇帝最喜欢的一位皇子 那就是这六爷公亲王疑心 要说这道光皇帝 这一辈子儿子可不少 虽然呀 比不了这康熙乾隆 但是啊 连皇后带妃子 一共给他生了九个阿哥 在这九个阿哥里啊 他有的早妖 有的病亡 能到成年呢 也就是四五个 这大个一尾啊 好不容易长到二十四 在咱们紫禁城 断红桥那期 咱们不是提过吗 二十四岁 因为辱骂老师 让这脾气如烈火的道光皇帝 一脚给踢死了 要说这道光晚年呀 真正能够继承大统的 在道光皇帝心里啊 能够立为太子 当皇上的只有两个人 一位呢 就是四皇子一主 生母啊 是孝权皇后 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再有一位呢 就是这六皇子 疑心 这六爷的生母啊 是静贵妃 有人说不对呀 有人按这么算的话 那虽然七爷九爷 年纪小 可是五二个一丛啊 正当年 也应该是 这个皇储的有力竞争人啊 这年就不知道了吧 这五二个一丛啊 他的生母 祥妃 为人生性刻薄 又因为娘家呀 坏了事 所以呢 这道光皇帝 就不再待经这祥妃 是一扁二扁啊 从妃子 一直扁成了贵人 这妈妈呀 一不招待经 自然这孩子 也受了刮闹了 这五爷一从啊 早早的 就被他爹 嘉靖皇帝 过继给了 敦亲王棉凯 得 这一过继出去 这皇位 算跟您没关系了 所以啊 在道光晚年 竞争皇位的皇子 就只有两个人 一位呢 就是四阿个一主 另外一位 就是六阿个一新 这两位皇子啊 在少年时 关系是相当的不错 因为他年纪挨得近 这两个人啊 还有另外一层关系 孝权皇后早亡 这四阿个一主啊 那是靖妃娘娘代大的 刚才咱不是说了吗 这靖妃娘娘啊 是疑心的生母 哎 可是 要说那句俗话 怎么说来着 这无情最是帝王家呀 少年时候 哥俩关系不错 那可不代表 以后还好 为什么 一到这个真正 竞争皇位的时候啊 这就看出来了 那就只能是自顾自了 六阿个 自小就聪明伶俐 不管是在读书武功上啊 都高出这四哥一大块 在几十年后啊 这大清国出了一位名臣 叫曾国藩 这位曾文政公啊 是这样评价这 龚心王疑心的 我觉得这句话呀 完全能概括 龚心王的性格 这曾国藩说呀 这龚心王之贤 武艺屡见 而久闻之 然其举止轻浮 聪明太露 多谋 多改 这曾国藩的意思是说呀 这龚心王是一个 有德的贤王 不但是我听说的啊 而且我也亲眼得见了 但是龚心王的举止啊 太过轻浮 总是喜欢呀 在别人面前表现 他的聪明才智 哎 这主意是不少啊 但是啊 一会儿一变 尤其是啊 举止轻浮 聪明太露 我觉得 正是这一性格缺陷啊 导致了 疑心 没有成为皇帝的接班人 龚心王疑心 在做皇子阿哥的时候啊 一共有三位老师 这第一位老师啊 就是翁心存 大名鼎鼎的 两朝帝师 翁同和的亲爹 哎 这翁心存 可也了不起啊 那可是老状元出身 不但学问好啊 而且这性格是刚正不阿 一条道跑到黑的主 第二位老师啊 叫贾珍 饶比这翁心存啊 这状元啊 他可能学问超微差点 他是名榜眼 可是这性格呀 和翁心存一样 也是只会教六爷学问 不会教任何的帝王心术 这二位老师啊 只教学问 不教新术啊 那赖不着人家 因为人家是大儒啊 人家不会皇家这种啊 趋里拐弯的心眼 要说这坏菜呀 就坏在这第三位老师身上了 到了1864年 也就是这道光的26年 道光皇帝呢 他垂垂老矣 这时候啊 接班人的问题 就摆在了台面上 这时候疑心的老师是谁啊 是个四川人 穿辣子 啄饼田 咱们事先声明啊 这卓饼田的学问呢 自然是好的 要让我说呀 这传授帝王心术 和揣测老皇上圣意这块啊 作为皇子的老师啊 您要是教得了呢 您就教 您要是教不了呢 您就靠边站 别说话好不好 嘿 这六爷啊 倒霉倒塌身上了 这卓饼田呢 他恰恰认为 自己在这方面啊 完全能指导六爷疑心的 登上皇位 他跟这六爷说呀 在这皇帝面前啊 你就尽管把你的聪明才智 全施展出来 什么大聪明 小聪明 全史上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但如此啊 还得发挥 话说大点啊 没关系 这皇上不看那个 主要是看看 能不能干事 会不会干事 不放过任何一次 在老皇上身边 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回过头啊 说说这四阿个一主的老师了 四爷的老师啊 是老汉林杜兽田 这杜兽田啊 虽然没有那状元榜眼的虚名 但是这杜老师啊 是汉林院编修出身 熟读历史 是神通帝王之道啊 他就对他的学生四爷一主说了 二个呀 无论是从文治武功 还是身体上啊 都不及六爷 在皇上面前啊 我们要避其锋芒 也就是说呀 他能干的事啊 咱都不干 那这四爷一听就笑了 那咱们不就说了吗 哎 老师说不对呀 咱们得干哪 他干不了的事 那就是仁义和孝道 那么这杜兽田说的有道理没有 有道理 通过常年的观察呀 这杜老师觉得这道光皇帝 他就吃这一套 哎 自此以后啊 这两个学生就按着各自老师教的方法 去实施了 在这以后啊 有这么一件事 说有一天呢 这道光皇帝率领中皇子去南园为路 当时啊 是三月份 正是春天 这一干皇子啊 为了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 这段奋勇厮杀又 尤其是这老六一心呢 打的猎物是最多 最后清点的时候啊 道光皇帝就发现啊 这四阿个一主啊 是一个猎物也没有 这道光啊 脸上没表现出来啊 可是心里是比较烦的 就觉着这一主啊 你怎么这么废物 平时就不黏不远的 窝窝囊囊 身体本来就磊弱 你说打个猎 你连个猎物你也打不着 从这点上看呢 你啊就不如老六 于是就把四阿个叫过来 问他 说老四啊 你打的猎物呢 哎 只见这四皇子啊 他不紧不慢 跪去呀 回答皇上的话 他说呀 这春天啊 本是万物复苏的时节 很多动物的腹中啊 都怀着幼兽 如果这样啊 一箭下去不要紧 伤了大的 还连带着小的 这样啊 儿子感觉呀 实在是太不人道了 所以啊 我不忍在春天杀生啊 并且呀 我大清国 在关外的时候啊 就是以鱼猎为生 我们更应该知道啊 这春天 是动物休养生息的季节 正所谓是劝君莫打三春鸟 子在朝中叛母归呀 这道光皇帝一听就一拍大腿呀 我这儿子他有人均的气度啊 其实呢 这都是老师杜兽田 临来的时候告诉好了的 还有一次啊 这道光皇帝病了 一病就是好几天 道光皇帝啊 觉得呀 自己可能是要大陷了 于是啊 就分别召见了 这两位心仪的接班人 先召见的谁啊 先召见的是六爷宜心 孩儿那句话啊 临来的时候 这卓柄田就嘱咐宜心了 说您过去之后啊 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定要有麻输麻 把自己心里的本事啊 全跟皇帝抖了出来 这六爷自然是对老师的话 深信不疑 跟老人说 得嘞 请好吧您 这老六奉旨啊 来到了养心殿 就跪在了道光皇帝的病榻前 这道光皇帝看了看老六 思念了一会儿啊 就对着一心说 老六 你说你要是当了皇帝 你应该怎么做呀 这一心一听啊 先给皇上磕了一个头 然后啊 跪直了跟皇上回道 回皇阿玛话 我要是当了皇帝啊 那我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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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总之啊 是洋洋洒洒 一说就一个时辰 全是治国的大道理啊 这道光爷呀 一边听啊 就一边频频点头 心里想啊 要是按照老六这话去办呢 那这大清国 肯定能挤进世界先进行列 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全球霸主 说那会儿有这词吗 不知道 反正要是按照六爷的主意啊 那现在就没美国什么事了 回奏完了皇上的话以后啊 这六爷觉得自个儿啊 发挥的不错 应该啊 是博得了皇帝的欢心 买的是屁滴屁滴的就回去了 道光皇帝听完啊 觉得这老六啊 还是真有见识 说的呢 这治国方针啊 还是头头是道的 不过呢 还是有点别扭 这半天了 也没问问爸爸的病情如何呀 行了 先不管他 把四儿子叫来问问吧 这会儿一煮干嘛呢 一煮啊 正着急呢 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自己的书房里啊 转磨磨磨呢 幸亏啊 这会儿啊 老师杜寿田来了 这四爷说话呀 都带着哭气了 说怎么办呢 老师 这爸不要见我呢 不知道问什么呀 只见这杜寿田呢 不慌不忙 先找把椅子坐下了 然后呢 端起茶杯来呀 抿了一口茶 看了看急得满头大汗的四皇子啊 笑了笑说 嗨 这事还不简单吗 一会儿啊 皇上召见您 您就一个字 四爷说 啊 我说什么呀 嗨 您说什么 您就一个字 哭 这皇上要问为什么哭啊 然后您就跟皇上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一说 咱们这事啊 就齐了 这义主啊 一边往皇上的寝宫走 一边琢磨着老师的话 总是就这样 有点啊 忐忑不安 能不能行啊 这个 果不其然 到了皇阿玛的这病榻前边 往那一跪啊 这道光皇帝又说了 老四啊 你看啊 我这病啊 也是一天比一天重 我要是一病不起 总有个龙玉上宾的时候 如果让你来做皇帝 你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时候啊 这老四心里啊 就觉着自己的老师杜寿田 那高了去了 于是这四皇子一煮啊 不由分说 趴在地下是嚎头痛哭啊 那哭的是言不得语不得呀 风抽不进去 画插不进去呀 这道光皇帝一看就琢磨了 你说我这问你点事 你哭什么玩意着你啊 这一煮啊 往这一扑啊 就痛哭十了分钟 好不容易缓过点劲来呀 就巴着这道光的床员说 皇阿玛呀 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大清国离不了您 您的身体呀 总会好的 这大清国的皇帝呀 除了您那是没人当得了 您那是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您的病啊 肯定能好起来 千万别再说这个 选择接班人的话呀 您吓唬儿子了 回去呀 我就奔景山寿皇帝 向祖族那灵位前 我去祈福去 让他们呀 把孩子的寿数拿走 都贴不到爹您的身上 这大清国呀 没了我不算什么 可不能离开您呢 说完了之后 这四爷毫不怠慢呀 接着趴在地下 是嚎啕痛哭 这几句话 说得道光皇帝 心里这个痛哭呀 就好像啊 这大鼠子的天 做了一个粮柿子一样 嘿 瞧哎 瞧我这儿子 那真是孝道仁义呀 这皇位呀 就是老四的了 别人还别惦着了 说什么也不行了 接班人呢 那就是他 您瞧 这咸丰皇帝 算是捡着了 这件事情没过几天呀 道光皇帝就下旨 在清溪陵的 墓陵飞原寝 给一心的母亲 静皇贵妃 建造陵寝 并且传明指 这静皇贵妃呀 轰饰以后 必须埋在 这座陵寝当中 这也就是招告天下呢 这静皇贵妃呀 不会和他一起 去陪葬墓陵 也就是说 这六爷呀 没有做皇帝的希望了 这聊了半天呢 学徒我 啄嘴笨蛇的 也不知道这 公新王 没登上皇位的缘由啊 我给您讲清楚没有 那要听得明白呢 是您理解的好 那要是听不明白 纯属我是猪嘴笨蛇 讲的不到位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天不早了 您记住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